大家好,我是小雅,今天我们来看科幻灾难电影《零号病人》。 此时的世界上出现了一种超级菌珠,被这种菌珠感染的人们会出现严重的暴力倾向,甚至会袭击无辜者,而被攻击的人也会在90秒内发生变异。 这些变异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,而我们的专家们也给这种病状取了名字,超级狂犬病。 很快,狂犬病就在全世界迅速蔓延,最后竟然达到60亿人被感染。 面对这种糟糕的情况,幸存者们决定转移地下躲避危险,并在地下建造了一个大型避难所。 很多科学家们汇聚于此,决定共同研制出解药。 摩根也是幸存者中的一员,但与众不同的是,他的体内竟然自带病毒抗体,甚至还能与变异的丧尸们进行沟通,就连科学家们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。 眼下他们最需要做的,就是在丧尸大军中寻找第一个感染者,也就是零号病人,希望在他的身上找到病毒的破解方法。 这天,女科学家罗斯急忙叫来了摩根,原来她在军方的帮助下抓到了一个感染者,她希望摩根与丧尸沟通,以此来获得有价值的线索。 在审讯的过程中,摩根给丧尸取名为乔克,尽管乔克表现得躁动不安,但她在摩根的威胁下还是老实地回答了问题。 就在摩根准备进一步询问时,一旁的军队上校突然打破了两人的交流。 脾气暴躁的她认为,和丧尸周旋只是浪费时间,还准备开枪击毙那个丧尸。 这让摩根十分气愤,两人随即激动地争吵起来,最后这场对丧尸展开的盘问被迫终止了。 夜里,摩根来到了关押丧尸的监狱,原来她的妻子多年前曾被丧尸感染,为了拯救妻子,她才决定参与研制病毒血清的计划。 每天晚上,她都会给被关押的妻子送来一只自己的血清,以此来缓解妻子的痛苦,但面目全非的妻子并不想见到她,这让摩根十分难过。 送完食物后,看到妻子并没有回应的她,准备转身离开,这时妻子突然说道,我经常能听见音乐声。 原来被病毒感染的丧尸十分反感音乐的声音,摩根知道这是妻子惨遭囚禁的哀怨。 很快,第二个丧尸就被押送到了实验室,摩根决定给她取名为皮特。 就在士兵们准备给皮特上锁时,暴怒的皮特突然振脱了锁链,在千军一发之时,科学家大胖赶来帮忙制服了丧尸,但他却不幸被咬伤了。 健壮的众人连忙打开90秒倒计时,并准备截断他的手臂防止病毒扩散。 尽管大家进行了一番努力,但大胖最后还是不幸感染。 就在大胖准备起身攻击同事时,一旁的上校只好开枪将他击毙。 这场意外让大家的心中都蒙上了阴影,为了尽快找到解救方法,防止悲剧再次发生,摩根便立即展开了对丧尸皮特的拷问。 起初,皮特并不想配合,摩根只好选择播放音乐来刺激皮特。 听到音乐的皮特连声惨叫,最后选择了妥协。 当摩根询问到零号病人的信息时,皮特立即脸色大变,并表示不想再配合。 就算摩根掏枪胁迫,皮特也无所畏惧,这场拷问最终只好作罢。 为了尽快调查查处零号病人,摩根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找到司令协商。 他希望根据两位审讯的出没地点进行全方位搜寻,但一旁的上校却果断反对,他表示并不想拿自己手下的性命开玩笑。 这天夜里,摩根再次找到了妻子,此时的妻子表示不想再这么失魂落魄地生活下去,请求摩根还给自己自由。 但摩根竭力地鼓励妻子,并承诺自己一定会研制出病毒血清,陪伴他幸福地生活下去。 回到实验室中,罗斯找到了摩根,两人在探讨病毒血清的间隙,罗斯突然提出让摩根放弃妻子的建议,因为摩根的血清只能抑制病毒的扩散,并不能完全地清除病毒,这么做只能让他更加痛苦。 其实在这段时间的工作中,罗斯已经对摩根产生了好感。 另一边,上校带着手下来到了火葬场,准备为死去的士兵送行。 就在大家敬礼之意时,一个伪装成士兵的丧尸突然发起了袭击,行动迅猛的他很快就解决了周围的士兵。 就在上校即将被杀时,摩根及时赶到救下了他。 很快,这名丧尸就被抓进了拷问室。 根据他身上的名片,众人得知这名丧尸名叫麦克,是一位大学教授。 这时,让大家惊讶的一幕发生了,麦克并不恐惧音乐,还悠闲地抽起了烟。 困惑的摩根决定立即展开盘问,原来,麦克是被自己的学生感染的,当他变异后,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女儿,但他表示并不后悔,并且很享受变异的过程。 他还狂妄地称道,变异者们是先进的物种,而人类最终将会被他们取代。 听到这些话的摩根十分气愤,甚至差点失去理智攻击麦克,好在罗斯连忙制止。 恢复平静的摩根突然意识到,自己一直在被麦克牵制,他很有可能在实施什么阴谋。 于是,摩根立即对他进行了仔细的检查,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摩根,随后冲进丧尸监狱,找到了第二个犯人皮特。 这时,他惊讶地发现,皮特竟然自杀了。 见状的摩根立即对他进行了搜身,结果发现了一枚信号器。 意识到危险的摩根连忙找到了司令,众人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。 摩根表示,这群丧尸很有可能已经变异,拥有强大思考力的丧尸,可能正在筹划着对营地的入侵行动。 摩根的话音刚落,营地的平民区就瞬间遭到了入侵,无数的丧尸从天而降。 就这样,无数平民和赶来的士兵遭到了杀害。 见状不妙的摩根决定立即去监狱救出妻子。 这时,军队的指挥部也遭到了丧尸入侵。 在逃跑的途中,为了自保的上校残忍地抛弃了司令,这种做法遭到了罗斯的鄙视。 因为研究资料还在实验室,罗斯想要前往那里取走资料,但这个做法遭到了上校的反对。 两人随即发生了激烈的争执,情急之下,罗斯失手开枪打死了上校。 随后,他开始迅速地向实验室赶去。 与此同时,摩根来到了监狱顺利地救出了妻子。 当两人准备离开时,正巧碰到了经过的罗斯。 看到事态已经失控,三人决定立即取走实验室的资料和样本。 当他们准备逃离实验室时,发现所有通道已经被丧尸包围,于是三人决定从楼顶的通风管道进发。 在一番波折后,协力合作的三人顺利地到达了出口。 这时,他们遇到了刚刚被丧尸释放的迈克。 迈克看着新存者营地已经被攻破,于是说出了真相,原来摩根才是所有人苦苦寻找的零号病人。 因为他的血液确实能够消除病毒,这让摩根十分困惑。 为了种族的未来,迈克决定亲自解决摩根。 很快,两人就进行了激烈的较量,但摩根明显不是丧尸的对手。 看到自己的妻子和罗斯也被打倒在地,危急之下,摩根决定和迈克同归于尽。 就这样,他用一根钢刺扎穿了自己和迈克的身体,冰死的迈克发出了惨痛的嚎叫。 这时,一大群丧尸出现了。 就在摩根认为自己即将隐秘于此时,妻子突然选择了出手相救。 他拼尽全力堵住了丧尸们永来的入口,并嘱咐摩根照顾好已经怀孕的罗斯。 痛苦的摩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为了自己付出生命。 影片最后,摩根带着罗斯顺利地逃出了幸存者基地。 此时的他已经确信了自己是零号病人的事实。 因为使用他血清的妻子在最后一刻展现出了人性的光芒,他将带着人类最后的希望与丧尸继续战斗下去。 这部上映于2018年的恐怖电影,在剧情上显得十分独特。 人们一直在寻找的代表着人类希望的零号病人,原来就在自己的眼前。 而进化的丧尸们,似乎比人类更加机智。 其实很多时候,真相往往就是这么尴尬。 同时让观众感动的应该就是,男主对妻子那份专一负责的爱情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喜欢我们的别忘了关注点赞哦。